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Hei 我們Hei5,晨早新聞報寸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阿Hei,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6月10日,星期五 一道地雅曹繼續為港東沿岸和南海北部 帶來趙雨和雷暴 所以今天大致多雲 間中有趙雨和狂風雷暴 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約29度 吹和緩的南至西南風 風勢間中清靜 最高子外線指數大概是7 強度屬於高 明天還是繼續有狂風雷暴 初時雨勢有時破大 禮拜日和禮拜一短暫時間有陽光 依然都是有幾陣趙雨 好啊,那今天的新聞 嘩,好多人狂傳 梁振英那位太太 欠交9.3萬卡數 被人入稟追討 嘩,好少錢而已 9萬多元對梁振英來說 為何這樣呢? 昨天最轟動的 中環發生槍擊案 3個人受傷 2個昏迷1個中2槍 嘩,誇張啊 整個trend就是槍擊案 美國也是這樣,台灣也是這樣 香港也是這樣 賺壞了 大陸現在沒有 中國安全 阿里亞陳百祥的物業 租強檢 明人的物業 確診數字 真的升得很厲害 6、7、4確診 73宗輸入 是嗎? 沒得說 學校七十多的時候 你說少了 你也不計算 今天什麼環境呢? 待會研究 再有那個行山虎 洪雨走到瀑布游泳 鼻水沖去 行山虎人的屍體 就找回 昨天 在我報新聞之後 另外 要說一說 台灣說9月開關 哇 你每天 十萬八萬 確診上去 這麼快就說開關了 如果你這樣說開關 我們也開了關 是不是? 那什麼事啊? 經常都說 中港台 打亂了我們的步伐 只剩下中港未開關 不行 究竟會不會加速開關呢? 待會研究一下台灣怎麼開發 詳細的新聞內容 674種確診 輸入佔73種 檢疫酒店兼職員工 驗了這個BA點4或者是點5 或者他都不知道 學校那裡保持著 多90宗學校情報 涉及81宗 81間學校 九龍堂 方方樂趣英文小學多兩宗 當局留意最近有一至兩宗病例 是殘餘病毒二度感染 即是復養 新增的兼職女員工46歲 他說BA點4或者5變種病毒 就在麗浩航天城酒店做兼職 就住在日東邨17座德日樓 他說要帶上物資 主要協助帶上物資受檢的人士 例如口罩、面罩、手套都做足防護 都中 再多8宗就BA點2.1、2.1型 累計有112宗個案 新增的 欸 有沒有人死亡呢? 嘩 醫院管理局劉家憲表示 昨天說的 死者涉及一名89歲的老翁 以打三針新冠疫苗 本身有心防戰動的問題 這個真是心律不正 心防戰動 我也有 他這些心臟問題 醫生是否可以開豁免給他 他打了三針 但他確診離世 他6月3日鄰居發現他家暈倒 由救護車送到屯門醫院急証室 當時掃描發現 有血管被血塊阻塞 導致缺血 所以安排入ICU 到了7日晚就過世 事主入院快速檢測是沒有感染的 然後發現有確診 GT值是40 但後檢測結果出現不確診 其實病毒量是低 驗出是殘餘病毒 因為之前有中過 我想他的死因 但他確診死亡 基本上死因是血塊阻塞 導致缺血 應該就是這樣 現在還有375名病人留醫 包括58名新增病人 再多兩個病人危殆 一人嚴重 目前共有13名病人危殆 其中3名進了ICU 另外6人是嚴重的 剛才提到很多地方要強檢 包括陳百祥的物業 也有很多 周圍也有 不說太多 消防員百姓各爾夫人員宿舍也要強檢 還要懷疑是BA.2.1 2.1型的變種 另外張竹君說 兩宗個案第五波內是第二次感染 900多人前四波曾確診再中招 有什麼奇怪呢 前四波有 DELTA COVID-19 Omicron 然後BA.1.1 都幾種不同的東西 拿來當新聞說說 就是告訴你 種完可以再中 29歲的男生很年輕 基因分析他再中招 對 以前的人每年都中一些東西都有 不說那幾個字 待會你會說 輕視他當然不可以輕視 正所謂中學都非常 甚至隆重歧視這些病毒 中學搞蝙蝠日 要求打齊疫苗才讓你穿蝙蝠上學 為什麼搞這些東西 打疫苗和穿蝙蝠日有什麼關係呢 家長就說你歧視了 新冠疫情下 學生接種疫苗的匕首關注 有中學為了鼓勵學生接種疫苗 他說下星期四搞蝙蝠日 打齊兩針可以不用穿校服上學 被視為歧視 我覺得不只歧視 為什麼你會覺得穿蝙蝠上學是一個獎賞呢 是一個鼓勵打疫苗呢 平時穿校服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嗎 雖然我以前是飛仔 做中學的時候 但我很喜歡穿校服 我覺得打一條胎很有型 我覺得是你還小 你長大了之後就發覺 你如果每天出去回去 穿不同衣服 覺得有套制服也是很方便 是啊 又會被一些人打開 你又是穿這件嗎 你禮拜一禮拜三也是穿那件 是啊 很煩的 穿校服不止挺開心的 嘩 我記得那時候 是啊 也是因為方便 而且我覺得穿校服挺好看的 我穿校服穿到三十幾歲 我拍《南歷水威》的時候 你想想 就是我拍那些校園劇 我就不知為什麼 學校會認為穿蝙蝠上學是一種鼓勵 而又要打了疫苗才穿校服上學 這件事根本上是無關的 你說給他課外活動 也可以說一下 因為要穿口罩 教什麼聖理經驗 你換衣服有什麼關係 所以家長投訴這間學校 校方立即宣布取消這個活動 那真的沒有關係 學校應該教學生邏輯 你覺得邏輯也不對 教育局以放寬學校舉辦活動的規定 不論學生接種疫苗與否 均可參與課外活動 原來現在已經是 有一個新的規定 無端端搞這樣的事情 對 那些家長說 你為什麼歧視呢 那就是怎樣 回去那天穿了便服 那些就打了針 沒有穿便服那些就沒有打針 那就分類別他們 就是 就說 好像孤立了一班學生 歧視的成分 學校就適視靈人 就取消了這個活動 要爭辯有時間跟你爭辯 那好吧 台灣那邊開關了 觀光局以制定指引 旅客滿足三大條件 包括打齊三針給你去玩 昨天台灣疫情記者會提到 台灣人有望在九月前往外地旅遊 就說本港旅行社是觀望的態度 那倒是 其實 你說真的 日本爆得不厲害嗎 你不就照去 是啊 觀望一下先 都是的 但是台灣真的很厲害 始終 那他又怎樣呢 出入境旅客 旅客就要提供48小時內的陰性證明 打三針疫苗 以經旅行團的形式入境 都是用團 因為他比較容易 知道你去那邊去那邊 但是團會不會有個中間自由時間到處買東西呢 那就不清楚了 那就先玩一下吧 慢慢搞一下 好 稍後再說一些最新的消息 你們知道 說回昨天被洪雨衝走那位行山婦人 龍珠瀑布 游泳 洪水衝去 昨天早上發現女事主的遺體 在雜水區 對上約三百米石間發現他的屍體 證實是失蹤死者 就叫楊碧英 死因有待確認 水流喘急 搞了很多直升機 消防員 燈山那些搜救隊 去找他 喂人喂己 做人不要給人麻煩 這些很多網友都說 有什麼理由洪雨的時候走去這些危險活動 不行的 所以希望之後不要再說這些新聞 我雖然知道很多人不看新聞會再犯 今天又有刷單騙案 待會告訴你 好 先說說昨天最嚴重的那件事 還沒說龍蝦 雲鹹街開槍 哇 中環 砍人槍擊案 嚇死人 撞車斬人 槍箱三個 兩個傷者昏迷 一個人背部中兩槍 警察拘捕了三個男人 這件事是剛才凌晨的 雲鹹街中環 三十一A 對開 據報有幾架車撞撞撞撞 接著有一群人出來 拿刀就砍了 期間傳了槍聲 警方 警方趕底 就是沉獲三個傷者 其中一個男人背部中兩槍 另一個男人頭部中刀 陷入昏迷 另一個男子腳部受傷 被載走兇徒的車撞到 嘩 撞到腳 三個人都要送院搶救 全部都是非華裔人士 大批警員賀槍實彈到場便搜索 初步找到一顆彈頭 多把利刀 斬完人便扔到地 其後即場拘捕三名涉案男子 正追緝最少八名在逃的疑犯 嘩 在剛才凌晨2點8個字 在那裡最少牽涉兩輛私家車 兩輛七人車 據了解事發有多個男人在車上跳出來 拿著開山刀牛肉都砍 其間更有人開槍 嘩 兇徒其後登上七人車便走了 真恐怖 三個傷者都送到馬例醫院救治 警員當然穿避彈衣 拿著槍 拿著什麼槍 機關槍 MP5 反恐特勤隊都在場戒備 香港幾能聽到有槍擊案 怎能聽到槍擊案 嘩哩 真狡黎 到凌晨5時47分 找到的七人車在八鄉 叫做錦袍路 燒了車 整個車燒了證據 調查是否跟槍擊案有關 真刺激,香港搞到這樣也有 好 講一下在觀塘 這件事你都會想知道 觀塘有人跌了一隻勞力士地通拿 價值二十多萬 誰撿到 港南說重籌希望找一隻錦 重籌也沒有二十多萬 有紀念價值 但記住路不實惠 不是被天眼拍到你 哈哈 抓人 名貴物品要自己保管好的 有港南在八號的凌晨開園喝大兩杯 就不跌了一隻地通拿 就說這隻手錶很有紀念價值 願意重籌,希望能夠找得回 不過不少網民都認為這隻手錶 沒有了 他說這隻手錶太貴了 撿到也未必願意給你 籌重得過這隻手錶嗎 啊 重過這隻手錶可能會幫到你 這麼說 慘了 這隻手錶有二十多萬 他就在 這個八號凌晨三點至五點九個字 就飲大了 然後呢 跌了一隻手錶 不知道是哪裏跌的 真的不知道的 可能第二天上班有人說 有隻手錶有多地通拿 嘩 發達了 努力士地通拿是這個品牌的 標王系列 官方售價11萬起跳 但是 他那隻來說 就叫做 是金色 俗稱朱古力 玫瑰金色 官方售價分別是 26.2100元和238500元 哇 二十多萬啊 對了 沒有了 貴貨和便宜都有人偷 有人偷西瓜 搭港鐵被陌生男人拿走了西瓜 屯門的網友說 哇那些人貪心到這樣 惡鬼道啊 惡鬼搶屎 什麼事啊 有人偷西瓜啊 屯門 有人呢 在朗平站 放了西瓜在地下 號碼叫8424形的西瓜 就這樣搭那些 团馬線 很興奮 突然間 車可能在動的時候 西瓜一滾 就不知 一滾一滾 不見了 西瓜被一個陌生男人 拿走了 令他覺得很無奈 他拿著西瓜當自己的 那個滾 最穩定的時候 那個男人抱著西瓜 明明那個型號是一樣的 一滾走 正說人家說 掉了出去的東西 就不是你的 連西瓜一滾走了 有人拿著都不給你 他說為什麼這個時候 香港仍然有人偷西瓜 一個西瓜 又大 又重 在車上滾一滾 有個西瓜 撿了就當自己 他說現在香港人 很貪心 無其不有 貪心成這樣都有 他說 對了 被人拿走了 大家自己 歸眾的財物要更新 連西瓜都會被人 撿了 再說一下 嘩 說一下這單 大埔 康樂園 2500呎豪宅 被私作 即是私煙鬥 租作私煙鬥 海關檢獲 950萬的貨物 拘捕了兩個男人 說這家都不便宜 租金 2500呎 這家起碼 5-6萬元一個月 他竟然用來做倉 不止 月租7萬 說笑了 Sorry 知不知隔壁有哪個鄰居 康樂園 讓我告訴你 就是歌神許冠傑 他也是住附近 昨天 大埔康樂園 獨立屋 賭破私煙集團 檢獲 340萬支私煙 12萬支另類吸煙產品 市值950萬 應該交付650萬稅 有兩個本地男子就被捕了 這樣 現在租倉租到這些 之前商場又有 毒品的消息又真的太多了 衝鋒警 請大角咀截停 毒品快餐車 拘捕了司機 就有30包 懷疑可卡恩 又被他找到 當然了 現在的 緝毒犬那些很厲害 我剛才看到 8隻 在拉布拉多 又培育了新的 緝毒犬出來 在香港 這個30多包懷疑可卡恩毒品 被捕的男子是39歲 有黑社會背景 帶著一隻緝毒犬去立功 另外有個22歲的司機 是P牌子 四個輪子 他被人檢獲了大麻和可卡恩 很多這些毒品快餐車 這些一經定罪罰款500萬和終身監禁 此物以身事法 好 又有一個刷單員的問題 她是外籍女人 食物推廣員 刷單片案 失了近6萬元 我看到另一份報紙 好像說她是印度籍的 可能她的新聞 可能沒有報紙或是沒有看新聞 我不知道印度籍的看什麼新聞 說有陌生的招聘訊息 有網友傳給我 她說我也收到 她想不到她也差一點點 是啊 警察暫時暫時還沒抓到人 只看見新聞 只有報紙 但有網友說 你心底不要再中 這些 好 說說錢銀 梁振英也很有錢 起碼也有幾千萬身家 未做特首之前都是從商 以我所知 這位老婆 梁唐青兒 被人入稟追9.3萬欠款 她就是那個美國萬通信用卡 好像是 8號 入稟 區域法院向她追那個欠款 以及沒有交到那個費用 那麼久還沒交 入稟後路 她說今年4月底的支付信用卡公司 在5月向她發出律師信 但沒有回覆 不過 梁振英的太太表示已經還清所有款項了 是不是當初有什麼誤會呢 美國 雲通 雲通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入稟 被告是梁振英的太太 在梁唐青爺 她又說 被告的地址位於山頂貝露道 和梁振英的住所位置 吻合 原告入稟 說她 金額是93155.41 就沒有還到 原告期後多次要求被還款 去到5月4日也發了律師信給她 但依然沒有還沒有回覆 年利息 35.34來計 要交付加費 但是 她呢 今年65歲了 說說梁振英的太太是香港女童軍總會會長 在1981年跟梁振英結婚 原來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 我們經常以為她只有一個女兒 原來不是的 是一個兒子兩個女兒 她在英國留學讀過書 在香港曾經做律師 可能誤會也未成功 她說還了 這個真是不清楚了 說說一些銀行東西 擺烏龍 周時有 匯豐有個app 昨天 一個星期 原來是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就兩度死機 上不了線 未能提供網上理財服務 離譜 上次星期五才大混亂 九號四點半開始 陸續收到人 就說 匯豐手機的理財app 又下降了 真是無法連線 未能提供服務 有沒有搞錯 這麼大間銀行 連續來 說到 禮拜天 剛巧跑馬日 很多馬迷都受影響 令到無法轉帳 就作投注之用 倒少一點 但是 人家也要理財 有沒有搞錯 好了 講一下其他事件 有個荃灣龍門一番 這間店是好吃的 龍門一番 竟然炒飯被揭有 牙包幹菌超標十倍 這間店 我吃過一次 吃什麼呢 我想想一下 我記得吃鴨 這間店很好吃 這間店叫龍門一番 上海紫沙燉湯 很多東西都好吃 那時候 因為試吃吃過 不記得了 不記得吃什麼 真好 但是說那些菌 超標了 哇 因為被人抽樣 驗到 含有110萬個 蠟醬牙包幹菌 哇 超標了10萬 不是 10萬倍 10倍 超標了10倍 真誇張 真的 要煮熟一點 兜熟一點才行 熱力就可以除這個病毒 吃了 他說可以引致腸胃不息 他說這隻病毒是 內熱毒素食 內熱毒素 這樣 會令人嘔 又會嗚 他說如果 你給了人吃 如果違法 最高罰款5萬 監禁6個月 大家自己留意 荃灣那間 好 再說 咦 剛才那個外籍女子 不是印度那個 是另外一宗 原來拆單元片局有兩宗 剛才那個外籍女子 這次這個就是印度女子 38000元 我以為是一宗而已 原來有兩宗 真是生意 發放兩千元佣金 騙取他的信任 三次將四萬 大概四萬 三萬八千元 四萬 扣兩千元 撿了你三萬八 案件列以欺騙手段 取得財產 交由 尖沙咀 警區刑事 調查隊第七隊跟進 未有人被捕 快點抓人 天天講兩三宗 搞錯 現在的本地人都不是那麼容易騙了 開始騙一些外籍人士 他們沒有得體 毒品都說不完 打鼓嶺 一架死了的車 就是這樣的意思 停滑一邊 可能是壞車 原來是毒品倉 原來 海關拘捕了餐廳老闆 檢獲180萬貨 假裝正職 做老闆 餐廳老闆 沒有黑社會背景 被捕男子32歲 沒有你怎麼拿那麼多貨 1.2公斤 可卡因 被捕男子 駕駛那輛車 裏面 少量的K仔 行動中檢獲毒品 市值180萬 因為那輛車 長期停在一個位 原來是毒品倉 嘩 厲害了 又一單 不止 毒品 黃島毒 離不開 葵聰公客 百家樂賭檔 拘捕了22個男女 檢獲20萬 現金 20萬現金 和40萬的籌碼 撈賭也是 不行 賭客 毋毋 5000元入場費 因為599G 限聚 大件事 三張賭桌 一批賭具 都被捕了 另外 有一宗又很嚴重的 昨天就判了 搶了今年 搶人今年 令到女人 跌傷頭 死亡 兩個男人 被判誤殺 這宗就誤殺了 十年了 上次 有個女人說 什麼 又哭頸 又罐她的藥 又拿刀插 又說誤殺了 接著就好像四年 這宗就有十年了 兩名黑社會成員 前年隨機搶掠一個55歲婦人的頸 鏈 價值15000元 拔人的頸 女人跌落地 跌落地就撞到頭 受傷 誘發過肢氣管 肺炎 事發5天之後 死亡 兩個男人早前承認 承認誤殺罪 各判 坐牢十年 58歲的男被告 陳麗明 和59歲的男被告 羅建強 承認 前年5月24日 誤殺了 這個女子 叫煉麗芬 辯方求情說 兩個人已經後悔了 後悔 但兩個人 有30 30項案底 各有30項案底 那就多坐十年了 已經是否最高了 其實監禁15年 就量刑起點了 但是因為 被兩個人認罪 因為認罪 輕判 扣了一點 判處各人 每人十年 法官說兩個人 奪去一個無辜的生命 應婦人家屬 哀痛 和拆散了婦人家庭 唉 真是慘了 那 也好 你起碼 殺人不能填命 但你 起碼不要再讓他出來犯事 每人有30項案底 哇 真是離譜 唉 但是這些更新人士 社署又跟一跟 又出來作家繁科 對吧 好了 今天時間到這裡 謝謝 拜拜 拜拜